yo yo what's up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你提纲了吗 我们开始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Milph 上一期我们聊了Dee Williams 今天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 我个人认为 今天这个女主角加Dee Williams加上Sarah Jay 应该是圈内Milph界三个最与众不同的代表人物 没错 今天就是短发大姐 不对 短发阿姨Ryan Keeley Ryan Keeley的这个身材 样子 特点 气场 不用我多说 这个照片一看或者看过它片的人就应该知道 一般人hold不住 这是我们上期聊的Dee 好歹你觉得它口味重啊怎么样 它起码就是整个的类型除了有点壮之外 你感觉它还算是比较亲民的 但是今天的这个Ryan Keeley就是 经常有朋友跟我说 他觉得Ryan的影片他很难入戏的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这个女演员长得太强势了 我第一听说有人说长相太强势的了 他说你感觉跟他搭系的男演员 如果你不是个什么一米九啊 什么全身肌肉啊 那种大块头啊 或者是那种就是黑人那种大个演员这种的 一般人配不上他的影片 这个观点我是绝对认同的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好多年以前第一次跟Ryan合作的时候 那是我的第几部影片 应该不是第四部就是第五部影片吧 刚入行的时候 当时我选的是Ryan Keeley跟Sace Campbell拍片 你们知道Sace Campbell本身就属于比较就是身材很普通的类型 哇 他站在Ryan旁边那个气场 你懂吗 就是Sace Campbell也修理工嘛 修水管的 然后Ryan也那个家庭主妇 这两个人的这个身高差 再加整个体格差 再加上气场差 你就会完全觉得Sace好弱 Sace确实也不是很强了 但是没有那么弱 没有那么弱 只是在Ryan Keeley面前 他会觉得就是你都不需要干什么 你光站在那你就会觉得完全不是对手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定程度上反而是阻碍了Ryan 他职业生涯能达到更高高度的一个因素吧 就跟那个Sarah Jay一样吧 对不对 Sarah Jay这个气场 你觉得有什么普通类型的演员hold得住吗 没有 但是Ryan Keeley这么多年以来 他我个人觉得其实保暖的非常好 就是因为他本身很壮嘛 但是因为我上上个月刚跟他就是见过面 然后我后续《繁华2》他会来当女主角之一 所以我跟他最近接触挺多的 我看来就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跟四年前我跟他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那个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变化 完全不像是疫情这几年 其他大部分演员这样就身材都跟打了猪丝料一样的 一下子胖了好多那种 没有 他还是保持得非常好 然后呢 现在这个头发呢 比我跟他之前合作的时候长了一点 他现在反而是属于这个造型可以更多变一点了 因为头发长了一点 如果但你需要他戴假发 他也可以戴假发变成很短的样子了 所以Ryan现在整个的造型比以前更多变 演技一直是好的 Ryan的演技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整个他不管是要演这种大刀型的 还是演这种就是纯家庭主妇型 他都能演得很好 他真的是被自己的外形给耽搁了 就是这个外形太有特点 造成很多角色 你给他固有化的 你认为他只能演强势的 不管是女总裁也好啊 或者是女老板也好啊 或者是强势家庭女主妇这种的 但实际上你让他演一些骄傲 就是相对来说 这种可怜稀稀的样子 他也是可以的 毕竟我上一次的剧本给他的时候 我想试试看 让他演一些没有那么强势的 其实他演得非常好 然后Ryan是圈内为数不多的 就是我们称之为真性情的人 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包括在片场里的各种自己的想法 或者说他也不会太介意说很多 就是你拍戏的时候 有些女演员会有偶像包袱之类的 我记得很清楚 我跟他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当时他跟我说 导演拍我的时候 就是脸各种角度随便拍 你觉得怎么好看怎么来好了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角度 只是有一点 不要拍我的右边抬手的这个动作 请拍到左边去 然后我当时因为刚入行嘛 也不是太懂 他说因为右边这个胸下面 有一个那个龙胸的疤痕嘛 然后我后来看一下还挺明显 就是他们那种相对做龙胸 做的比较早期那些呢 确实技术没有最近这几年 那些人做的那么好了 科技嘛 与日俱进 我们圈内那两个顶级的阿拉伯异的 那个整形整形美容师 真的是转的飞起来 以后我们抽空聊一聊好了 就是我们圈内有两个 非常顶级的整容师 不对 整形师 龙胸龙臀 素腰 抽脂 美白 漂白 什么各种的 他们都会 而且都非常牛 并且技术是 与日俱进啊 你知道吧 就是 反正Ryan Kitty当时 做那个龙胸手术比较早 所以相对来说 效果没有那么好 那个疤痕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他会直接告诉我 他说我右手抬起来之后 你不要从向往上拍 你会看到那个疤 当然如果你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 他这么说的了 然后来我们当然是 尽可能规避那个角度了 但是他非常敬意 真的非常敬意 然后整个拍完之后 他完全不介意说 卸了妆之后 跟你去合影啊 或者是继续跟你聊天 之类的东西 他完全不介意的 你知道很多女演员 你只说 我们拍个合影 他只可以在全装 或者是装没有 完全花钱跟你拍 但是Ryan Kitty 是却那为数不多那些 就是拍完了 片子拍完了之后 装全都洗掉了 纯素颜状态 他还愿意跟你 就是合影啊 或者让你再继续拍东西的 就是非常的有那种 怎么说 不能叫林家大姐 叫林家阿姨的感觉了 其实Corey Chase的优势 除了六块夫妻之外 很大部分是因为 大家觉得他长相 非常的平民化 非常的亲民 真的很像 可能是自己的邻居 或者是认识的某个 朋友的家长 这种感觉 但其实Ryan Kitty 在卸了妆之后 在他没有 被造型 所束缚的时候 他也是那个感觉 非常的亲民化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大家可以抱着 更加综合的 全面的 客观的心态 去看Ryan Kitty的片子 那一样的 因为繁华二里有他嘛 那你们可以猜一猜 Ryan Kitty 在K老师的繁华二中 会演哪个角色 好了 今天关于这个 又一位特立独行 风格 独树一致的 Milf界的大姐 Ryan Kitty的故事 就到这了 今天你 加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